请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撰写程式的部分 那撰写程式的部分呢 我们先看到版面配置里面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控制的 而跟我们使用者互动的部分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最底下有一个button 好各位已经看到了 这边有一个onclick这件事 我们可以在版面里面呢去设计 当按下按钮要执行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呢 在我们目前的程式码里面 并没有看到有这么一个方法 看一下我们最干净的并没有 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呢 你可以事先定义 让它帮我们去产生 你可以点按这个地方 当这边出现红色的时候呢 按下去建立这个方法 在main activity 点下去它就自己产生 所以这颗按钮一旦被触发的时候 该方法就会被执行 整个架构是在这边 那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的程式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我也是一样 先从已经打好的部分呢 来跟各位复制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程式 所以呢我先拉到 原先我已经帮各位设计好的部分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看到做宣告 什么宣告呢 各位刚刚看到我们有很多球 这些球通通都是textview 我使用阵列来处理 在加码里面阵列有一个特性是 阵列宣告的同时 它的元素各数呢都已经决定了 这件事情刚好吻合到我们的一个范例 因为就是六颗球 不会有其他的 固定的固定的 所以它很适合使用阵列来处理 所以我宣告了一个textview的阵列 所以textview的阵列 元素将会是textview 但元素怎么办 我还没有抓进来 后面再说 所以在这边先宣告空间 而它在版面里面的配置位置呢 每个位置都有给的ID ID这件事情哦 特别的哦 在我们的专案里面呢 它会形成的一个整数值 怎么去呼叫 r.id.刚刚所赋予的ID名称 这就是一个整数的值 这就是一个整数的值 你可以按一下Ctrl键 滑鼠移过来 你会看到它对应的地方 有没有对应到属性值为 小老鼠加ID 斜线G1N1 好分别123456 我也用阵列把它摆进来 所以这两个的观念 应该非常清楚 所以呢我把它复制到 我们目前正在开发的专案里面 进行宣告的动作 它会自动import textview 依此类推我们有三组 有三组所以呢 刚刚的观念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把它整个另外两组都带过来 所以各位你会看到 我在宣告上面非常的简单 只有宣告 刚刚我们版面要配置的 控制的这些元素 那这只是宣告啊 我的textview人在哪里呢 没有 所以当我们的程式来到了 uncreate的时候 就要进行这件事 所以我再度回到 我们这个专案里面 你会看到 我写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叫做initview 这个initview呢 我先来解释之后 我们再把它带过来 来了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从0开始 到哪里 到这个阵列的长度 所以以刚刚六个元素来讲 它将会去执行012345 总共六个元素 而每个回圈呢 跑一圈 i值 就会被设定上去 透过findview by id 把刚刚它的位置带进来 哎 它就找到了 那我们一开始给个画面为一个简号 因为还没有出了碰合号 所以呢 针对它去进行set test的动作 所以各位看到相当简单 在这边做什么事 分别把textview 透过findview by id 把它找出来而已 非常简单 所以一次 两次 三次 三组 所以呢 我把这一段呢 就这么简单的带进来 非常简单 所以如果你从我的gitup拿的话 也是一样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现在呢 又形成了 这么一个initview 但记得哦 要在uncreate 你不要只是写了都没有用 要去呼叫它 所以在这边呢 进行呼叫 所以整个版面就已经在我们的程式里面就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出乐透这件事 所以出乐透这件事情呢 我们来看到 我们的原来程式里面 在这边是刚刚你所面临的按下按钮要做的事 可是按下按钮我得出啊 所以在这边我们写的一段小小的加把程式 与版面都没有关系 我纯粹就是出乐透 出什么乐透 那你看到宣告传回整数阵列 这么一段方法 我使用了一个hashmap 这个资料结构 它有个特性 我呢就是不断的产生乱数 我也不想检查重复重复 因为它本身的资料结构不会放置重复的事情 所以我不需要透过任何的演算法去排除所谓的重复性 这就是java里面的一个资料结构的运用 我只要看你做六个了吗 做了 好那就对了 那至于乱数的产生的话 我们透过random 它会产生0到1之间的乱数 让它乘上49加1就可以了 好有了这一堆乱数 我必须要转回正列 所以在这边呢 把它的东西呢 透过一个回圈 把它转成正列 return 所以这一小段程式 纯粹只是出一组乐透 把它带过来 这个时候是带这一块哦 带这一块 但跟我们的版面还没有任何的关系 带进来的 带进来之后呢 一旦这就是我们的工具 当使用者按下这一颗按钮 来到这个地方 要做的事情就非常轻松哦 非常轻松啊 好分别呼叫刚刚我们所写的方法 回传回来 把值用回圈放在一个一个彩球身上 一组 两组 三组 这样就可以了 达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呢我把这几行也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复制过来 所以你把它贴过来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跑的回圈 所以大致上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段程式 试着来执行它看看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在程式上面的一个观念呢 我们把它逻辑化 非常轻松 那其中可能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呢 譬如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HashMap 我们在后面呢会再跟各位详细来看 先从程式的架构面来看到 已经完成到这边 使用者呢可以开始来点按随机号码 产生乐透 都会看到产生的 再按一次又随机产生 随机产生 所以一支非常简单的程式已经写完了 相当简单